大家好,這次的影片應該比較長一點 這次不是會考Messy,而是會考AMessy卷 裡面有一部分會用到Coordinate Equality有幾個特別的文法 是會CrossOver你一開始學到Coordinate Equality的Discriminate Delta的部分 看看吧 他就說,第一部分他給了一個功能,找一個Discriminate of the Equation,Fx-0 這個沒問題,DELTA就等於B²-4AC B²-4AC 1-2m加m²-8m加20 1-2m²-10m加21 那我就撿回帥氣一點 好了,就做完第一部分了 那部分B就問你一個問題挺特別的 他就說,Find a range of values of n so that fx 大過0 for all real values of x 這句話其實很多人不太明白的問什麼 那圖像化去解,如果你要印象的話 這個當然是一條Coordinate的功能 如果你要畫這個Graph的時候 我們說有兩款 我們說你說這塊Graph 我們說你說Cordordic的Graph 你可以是 open upwards 或者open downwards 那是誰 depends上我們說 Ax² 加 Bx 加 C 裡面有 A 的數值 如果是正數的,如果是 A 大於 0,便是 Openupress 如果是 A 小於 0,便是 Openupress 現在這個 case,前面 X² 的 A 是 1,便是正數 但 Openupress 也有 3 個 case 你可以是這樣的,可以是這樣的款式 或者是第三個 case,是這樣的 這三個 case 特別是說 你這三個 case,就是看我們的 number of x Intercept 各有不同 這個,我們都回答書 其實這個 case 就是 Delta 大於 0 我們說你有 2 Distinct Real Rules 中間一個,如果是 Touches at 1 Point Delta 等於 0 Touches at 1 Point 最後第三個 case,就是 Delta 小於 0 我們說這個就是 No Real Rules 我們說其實這三幅圖都是說 Y 等於 Ax² 加 Bx 加 C 一條 Quadratic Function 的圖 發生什麼事? 現在它就說,Fx 大於 0 for realness of x 剛才說過了,這一題應該是 Openupress 即是這三個是另一款 哪一款可以做到大於 0 for all realness of x 即是說你代什麼數值呢? 它都會出一個大於 0 數值給你 那大於 0 是什麼意思? 即是 Y 大於 0 Y 大於 0 Y 大於 0 任何 X 代下去 Y 大於 0 即是說你高於 X Assess 即是說結論就是這一款 即是說其實這一句說話 就暗示給你聽 它應該是這一款的圖 即是說Fx 那個圖應該是這一款 Fx 那個圖應該是這一款的圖 那這一款圖有什麼特別呢? 剛才不是說過嗎? Delta 是小於 0 那就是跟你 Part A 做的結果有關連 所以其實你還要計算 它是想你計算是 Delta 小於 0 -10m 加 21 小於 0 然後拆開它 我們說這一款圖應該是怎麼做的? 我們說你看一個很簡單的圖 就是說 M 可以是 3 或者是 7 那又是正數 又是 Open Upless 因為你看到這個位置也是正數 所以 Open Upless 這裡是 3 這裡是 7 你要它小於 0 即是現在我們拿著這個範圍 所以你就知道 M 就是 3 和 7 中間 那我建議就是這樣做的 我猜就不太難理解的 不過太少做這類型頭的時候 就很容易會忘記了 那我們再下一個例子 那這條呢 基本上跟剛才是差不多的 那 Part A 都是計算Discriment 就是 4K 減4² 減8K 這就是 4Ku2 減4va 共10ku2 減44 好了.. Factory B 開始指 If the graph of fx lies above xs for all value of x 這句說話說得很複雜 但剛才說過,帶頭的A是大於0 即是說其實這幅圖仍然應該是開放的 他剛才說過,如果你有三個款 只有這款是你整個圖都 lies above xs 因為另外兩款不是 另外兩款,如果是touches at one point 有一點不是 lies above xs 如果你有二個 distinct rules 更加有一截是不 lies above xs 即是說到尾,又是關於delta小於0 所以我們又是一次用delta小於0去做 即是4k²-40k加64小於0 先進入4,k²-10k加16小於0 k-2,k-8小於0 剛才說過,這幅圖本身也是open upriss的擴充 我們畫的時候就畫一幅圖很快 看一看 2和8小於0,即是中間這一節 所以你就知道k在2和8中間 就是這麼簡單 這題和剛才不同,只不過是問題字眼有少少不同 但是你的做法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其實兩組都要認識 只要你真的明白幅圖為什麼 就算他用剛才那種寫法 或是這一種問題問法 其實你應該都難理不到 好,再下第三個例子 這題看上去還簡潔得多 但其實是故隆緣虛的 你看到這一款 很明顯地我們應該先周一周個位 先周一周個位 即是放好那些terms 你會發現這一題根本就跟我們第一條例子一樣 又是說整幅圖大於0 又是說這條open upwards的quadratic 應該整條都在xs上 又是說delta小於0 那即是說 又是說delta小於0 所以呢 負k加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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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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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OpenUpless的K的操作功能 畫一條線 看回K是1、K是5 中間位置小於0 我們知道K是1和5 其實很簡單 只不過是看上去大概知道它想做什麼 其實是一個很合理的習慣 凡是看見這條色的樣子不太帥 然後再搬回一邊 然後再比較一些Light Terms 我們會把Light Terms合起來 這也是經常會用的技巧 再看一條,一條比較特別的字 這題終於跟剛才的三題有少許不同 其中一個不同就是這幅圖終於不是OpenUpless 而是OpenDownless 未看題目之前,首先講講 其實OpenDownless都有三個個案 你可以是這幅圖 可以是有兩個Distinctive Roots 你可以是一個 或者是Touch as One Point 剛才也講過多次 你沒有Roots 你見到沒有Innexessor 沒有Roots 即是Delta應該是小於0 其實都是用量於Delta小於0 那麼這款Delta應該大於0 這款Delta應該大於0 這個應該做這麼多次 沒有太大問題 那你還是要計算Delta 設定Delta小於0 但唯獨只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這次跟剛才不同 這次你見到K 出現在A的位置 A的位置 我們說 你本身的圖 現在是OpenDownless 根據我們原本最以前說的 Ax²加Bx加C 如果你要OpenDownless 你A要小於0 即是言下之意 在這題目中 我們其實K是要小於0 這個就很重要了 因為你最後做出來的答案 我們會用Delta小於0去做 但是如果做出來答案 K有些位置是大於0 你是不可以要的 因為如果K大於0 本身的圖圖都沒有可能這個形狀 它必須要OpenDownless 才符合題目現在這個情況 但是先做一下 那Delta就是 B²-4AC 即是等於1-36k² 記得我們說 Delta應該要小於0 所以1-36k² 就小於0 這些就小於0 那這個要留意 本身呢 這個要留意 本身呢 本身呢 我們說這個是圖的時候 這個呢 這個呢 如果你想考慮 Cosonic Function of K 你會看到這個是-36 或者是-36k² 加1 這樣才算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它非常小於0 所以你想想的時候 就和剛才不同 你想想的圖 就會變成這樣 這個圖 這個圖 那這個呢 應該就是-6分之1 這個呢 應該就是-6分之1 來的 如果你要小於0 就說 你是要這一節 或者這一節 你應該是-6分之1 或者呢 K是要大於6分之1 但是記得了 還沒做完 因為我們剛才提到 我們說 你還要把最重要的 K小於0 所以其實呢 這一節呢 你也知道 是不要的 我們說 這個想法 就寫清楚 由於K 應該要小於0 那你知道 K只能夠是-6分之1 或以下的數字 那這個想法就是這樣做 那我可能說得比較快一點 但是其實都應該不算太人明白 那我想最後一條例子比較特別 因為你還要考慮K的範圍 還有我們用了很多 就不是OpenOpus 跟前三條的想法有點不同 那希望看得明白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你就可以在那邊問我